嗨,大家好 前阵子收到一些希望可以录制关于极小曲面教学的愿望 今天呢我们就在Cangaroo里面试试看吧 极小曲面在数学上是指平均曲率为0的曲面 物理学上面为面积最小的曲面 那数学中的极小曲面是很严谨的 要真实的达成平均曲率为0 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 以下这几种呢是平均曲率为0的极小曲面 最左边这个呢是以悬链线为断面 然后环绕一圈而成的悬链曲面 那这个是螺旋曲面 它也是指纹曲面的一种 Custer我不太确定它的中文翻译是什么 但它是从甜甜圈的形状演变成来的一种极小曲面 那像最右边的这种多孔螺旋曲面 它可以在蝴蝶的翅膀或者是鸟类的羽毛中观察到类似的构造 那由于像它这样子轻巧的结构性 它也被用来当作3D列印填充的一种纹理呈现 而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肥皂膜 它就是一种物理学上面积最小的曲面 建筑大师Fry Otto他就曾经用肥皂膜作为他建筑概念的发想 那也有许多和极小曲面相关的设计 像是Eva Held他的雕塑作品 虽然此类的设计有些不是真的平均曲率为零 因此在严谨的定义上并不能说这是真的极小曲面 而是近似极小曲面 或者有的应该称为叫拉伸曲面 Tensile Surface 但相信这类的学术定义并不是我们一般想要讨论的重点 而是说像这样子造型优美或者是特殊曲线的设计 我们要怎么样在软体里面制作呢 在Ryno里面我们可以用Cangaroo来达成 后续我会称我们的目标为造磨面 另外呢这边也介绍一些可以制作极小曲面的插件 像是Millipid 牵竹虫 或者是Chromodorus 海牛 还有Exaloto 中文叫熔原或者是那个雪珠像会看到的六角恐龙 这些都是Grace Harper相关的插件 那右边这个的话是其他的软体Mathematica 它也是我大一时候的噩梦 Mathematica可以利用数学公式来呈现3D模型 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安装来看看 好那我们可以试着在Cangaroo里面测试看看 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它来做出极小曲面 那我们先用最简单的悬链曲面来测试看看 这边可以先看我操作就好 我先在Ryno里面做了一个圆红状 然后把它挥到Grace Harper里面来 那我们等一下会使用到的是Labsorb这颗电池 接着在Cangaroo里面产生了造磨面 前面有提到极小曲面就是平均曲率为0的面 那我有在网络上面找到Daniel Piker他所制作的 可以测试Mesh面平均曲率的一颗C-Sharp的电池 那我会把它放在下方的连结栏中 有兴趣的同学也欢迎去下载 那我目前使用的这颗电池呢 我已经把它改成Ryno 8使用的版本了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Cangaroo里面产生造磨面之后的效果 我把前面的先隐藏起来 它会变得是像这样子有收敛的状况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Daniel Piker所写的测试平均曲率的电池 那这颗电池的话如果它平均曲率为0的时候 它会是呈现绿色的状态 那可以看到这一个造磨面呢 它已经是平均曲率为0的状态了 我们也可以试着移动它 稍微旋转一下 好那可以看到它有些状况改变的时候 它就已经不再是维持平均曲率为0的状态了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也可以继续使用这颗电池 那这颗电池如果你不想下载的话也没有关系 它并不会影响我们后续的操作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首先我们在Ryno里面先画一个基础的面 那我先选择这个椭圆 然后我这边设85这一项设70 好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里面画一些错落的小圆 好假设我就任意画一些一些圆这样 然后也可以画一个小的椭圆形 假设这样 然后也可以旋转它 这样 好那假设这边已经画好之后呢 那我就把它全部创选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Boundary Surface 好做好之后呢我把这个面丢到GraceUp里面 我们使用一个Surface的电池容器 然后按右键选择Set1Surface把它丢进来 那接下来如果在Cangaroo里面运作的话 是需要使用Mesh面的 因此呢我们使用Remesh 在Mesh标签底下这边这个Triangle Remesh 我们将它重新划分成网格 那在这个Length这边我可以让它设为的稍微小一点 让它再更细致一点 在这边输入2.5 好送到它的Length 那这么一来我这个网格就会变得很贴近原本的这个形状 接着呢需要把它的裸边找出来 就是它裸露在外面的这些边 好我们用这个Mesh edges 好把它送进来 那这个E1就是我们会需要使用的裸边 可以看一下E1的话会是裸边 目前绿色选取起来的 E2的话会是内部的边 那我们要使用的是这个裸边 好那它目前这边裸露的边呢 它是这样一节一节一节的 就是它是每个都是断掉的线 那我希望它可以全部连成起来变成这样子是封闭一条 这样子是封闭一条 所以我们在这边需要使用一个Join 把它连接起来 那这个观看用的我就先把它删掉 那这些连续的线段就是我们要固定的框架 我们在吹泡泡的时候 它不是都会有一只像这样子的一个框架 然后我们会从这里面这样吹泡泡出来 那或者是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我们会用手框住 然后沾取一些可能沐浴乳之类 然后再来玩那个吹泡泡 那这个线就是那些可以固定泡泡的框架 接下来要告诉它说 这个是我们要作为固定的框架 那我们要使用的是锚点 在Cangaroo里面的锚点 我们之前所使用的Anchor是这边底下的 但由于我们这次的Anchor是像这样子线形的一个框架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电池叫这个Uncurve 它可以把点固定在线段上面 所以接下来我需要把这些每一个在裸边上面的点位 要把它固定在这一条裸边上 好 那接着我们把这个框架的线炸开来取得它线上面的点 我们到Curve底下选择这个Explode 好了之后把它送进来 那这边一来呢 它就会把这上面每一个点都取出来 那由于是Explode它在头尾点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线炸开 它在头尾点的时候 这一个点它会重复 所以我们要把重复的点 我们要把它剔除掉 那要删除重复的点呢 在Cangaroo里面也有一个方便的电池 我们到Utility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一个 Remove Duplicate Points 好 然后我就把这个点这样送进来 送进来之后呢 会发现它这边的点位本来是345个点 移除掉重复的点之后呢 就变成340个点 因为我现在这边总共有5条边界线 然后每一条线上面会有一个重复的点位 所以本来345减掉5就会变成340个点 好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剔除掉重复点位的固定点 把它送到Uncurve的这个Points里面 那我的这些点呢 它要固定在哪些线段上面 就是这每一个的线段 好 那由于现在这边的Points 它是有资料结构状态的 也就是像这样子 它是一群 它是一个资料夹 这样子它是一个资料夹 这样子它是一个资料夹 那我们这个Joincurve呢 它是这样子全部在同一层资料夹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里 我们需要把它做升接 再送进来的这个Uncurve这边 我们先按右键选择升接 那我等一下呢 是希望这些框架的线 我们是可以去移动它的 也就是我想要像这样子去移动它 所以我们会需要另外把这几条框架的线 汇到GraceUp里面 那我在这边先选择一个Curve的标签 那我们在汇进来之前呢 因为它现在这边的这些点 它是有资料夹顺序的 所以我们需要先观察一下 这些线段的顺序是怎么样排列的 那我们如果要很快的观察线段的顺序的话呢 可以先在它上面我们可以取一个终点 终点取出来之后 我们到Display标签选择这个Point List 来观察它点位的顺序 好 我直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我输入个50 有点大 好 那这样就可以看到这条线是编号0 这个是1234 我先把Random里面这个面隐藏起来 好 那我们在这边按右键选择Set Multiple Curves 在这边按照顺序 0 1 2 3 4 好 这样子会进来 这边我就直接把它送进来 那这么一来呢 它就会告诉Cangaroo说 这些点需要固定在这一个线上面 这些点需要固定在这一个线上面 这样 好 那我把这个观看用的顺序先删掉了 那我们点已经固定在线上面之后呢 我们就要形成一个造模面 到这个Mesh下面我们选择这一个Live Soap 那在Cangaroo里面有两个跟Soap有关的 分别是这个Live Soap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Soap Film 它这两个的差异是这个做出来的造模面 它会帮我们再remesh过一次 因此它的网格分割是会比较漂亮的 那它需要接的电池也比较少 这个同样是会做造模面 可是它的面是不会重新分割的 因此我们使用的是这一个Live Soap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线移到这边 那它前面这边需要吃的是Mesh 我们就把这个Mesh把它送进来 那它在下面这边有一个Reset需要接 我们这边就给它一个Button 好我们先把它接进来 那这个Button呢我们可以等一下跟后面的Solver一起共用 我们就到Cangaroo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一个Solver 好先把它送过来 那叫出Solver之后呢我们都习惯再配一个Volium Toggle给它 这个组合可以背起来 那造模面有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给它一个 这一个面上面的弹性的一个力量 我们就到Cangaroo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Edge Lens 好那这边一样呢我把这个Mesh面先送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我们把它集结起来 整理一下 分别把它送进来 那在这个Live Soap这边它会自己就会形成一个Mesh面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额外的再给这颗Show的电池 好我们这边集结好之后呢我按右键选择Flatten 把它送到Cangaroo的Solver里面 好那由于我们在前面这边有做Flatten 所以呢后面这边的产出第一个编号的 也就是ListItem0的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直接使用的Mesh 所以我在这边我直接选一个ListItem 好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呢我们把前面这边的都先隐藏起来了 避免影响我们阅读 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电池已经开始运算 这时候我们的皂膜面其实已经形成了 那我们也可以把刚刚的计算曲率的这个 Daniel Piker他所写的电池就叫过来 好 把他的Mesh面送进来 那在这边可以一样再给他上一个颜色 MeshColor 好那可以看到他这边目前都还是平的状态 那假设我在这边我就慢慢的去移动他 可以看到我们的曲率就慢慢在变化 那LiveSoul的话他会尽量可以以维持 Minimal Surface的状态下去做运算 但是如果你的条件已经变成是不允许成为 Minimal Surface的话 他就会一样是以像这样子造磨面的方式来呈现 好那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话 我的平均曲率其实已经有超出是0的范围了 好那像这个框架的线我们其实也可以在 Ryno 里面试着去旋转他 他不一定都是需要是平平的移动 我们可以这样子旋转 或者是像这样再把它挤出来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先暂停运算了 假设目前这个形状已经是我要的 好那封面的状态我有在使用Weaver Bird 来将他的网格面做其他的分割 如果你也有安装Weaver Bird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接下来的操作 那我们就到Weaver Bird底下这边 我选择这一个可以做框架的 这个电池呢 他会直接在每一片Mesh面的分割上面 产生有点像我们之前的案例中 所做的编Offset进来的这种框架的效果 那在这边我们就直接把这个ListItem的这个Mesh面送进来 那我在这个Offset的Distance这边 他这边预设是5 那我们可以让他稍微大一点 比如我输入10好了 好然后像这样子 我们要先按隐藏 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框架的形式 那如果想要他长一点厚度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一个MeshThinker 好我直接把他送进来 然后在厚度的选项这边呢 我就输入一个薄一点的 比如0.5好了 这样直接把他送进来 这么一来呢 他就变得是稍微有体积一点的感觉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做好了 可以把他back回Ryno里面 里面先隐藏起来 好像这样子 也可以切换到Random模式 看起来会比较干净 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一开始呢 我们在Ryno里面画了基础的面 那接着我们把他汇入到GraceUp里面 使用TriangleRemesh 重新在网格化之后呢 我们取出了他的裸边 我们用MeshEdges 那接着把裸边炸开 来取出他的固定点 然后我们使用了Uncurve 这颗在Cangaroo里面的电池 来作为我们的固定点 让他可以维持在我们输入的框架线段里面 那如果我们要形成造模面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使用LiveSoft这颗电池 使用Soft运算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造模曲面 那最后呢 我有在使用Webubber插件里面的一些Mesh分割的功能 来产生框架跟厚度的效果 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 那想大力支持我的你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 YouTube最近还有推出新的粉丝热推的功能 欢迎帮我推广推广哦 拜拜